他既然都穿高溫鞋 我也可以戴我的蘋果箱 有有有 看這樣 哇 哇 這是愛的破綻 這是愛的破綻 終於可以有搭檢 彈劇的距離 沒有他終於搭 他終於拍到了想想一人了 梁宇辰 你是想做 原來宋偉恩 你在上面的空氣是這麼的好 不打開 可能不用 這樣講 以往以前我從來就是 不會去講到我的身高 因為這部戲以後我勝壞了 勝壞 想不到你這麼多年才釋懷這件事情 以往通常少反彈拿出來 我是不會拿來站在旁邊的 真的 今天我破例 展開了 驚人生氣的 其實我真的當初知道 我要跟柏翔搭檔的時候 我就想說 柏翔可是我 我很高大 我才信用自己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柏翔是比較 對比較 嬌小明明 可愛的 嬌小一點 對 然後我就覺得這樣 我跟他呈現 我反而是覺得我會太大隻 對 然後就覺得 為什麼會 劇組選擇我們這樣的搭配 然後我就非常的好奇 然後最後詢問之下才知道 他們原來就是想要有一種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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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柏翔男可愛 跟一個比較有氣勢的姐姐 這樣搭配 好反差的意思 對 我其實是看感覺的 感覺好 或是喜歡我就會 都可以接受 那我也曾經交過一百七十一公分的女朋友 所以 對 本身以前有交過這麼高的 所以我也沒有太care自己的身高 那一開始在定妝的時候 其實怡辰很貼心的 因為他都不帶高跟鞋來 他很怕他自己高我太多 而且我還圍半噸 對 後來見到我說 還好還好還好 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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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太多 沒有讓我有顏面失職的感覺 所以 這這這這這這這一點他這一點他蠻好的 感覺蠻好的 因為其實我脫掉高跟鞋跟 差不多 對差不多 那我自己個人我 過去 沒有遇過 比我嬌小的男生 那如果我追求你 我追求你會 給我一次機會嗎 好 不要講尷尬 我問一下問你吧 我們兩個太熟了啦 我們兩個都是互嗆的內心 但是我覺得我也是看感覺 對 如果今天真的出現了一個比較可愛啊 呆萌的男生 那可能就看他的個性 或他怎麼樣追我 對去觀察 嗯 Pose 1 好 OK 就是什麼可以好多 好好好 定好定好定好 我們現在拍童話故事的概念 好 來來來來來 宋偉恩有一種戲裡面沒有頻道 拍照的時候一定要發揮到最極致的狀態 好 因為其實我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戲劇性的人生吧 真的 就是我私底下其實也蠻 也發生過蠻多 蠻反差的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角色就是放大我的某一個人格 他在戲裡面其實沒有詮釋出來就是極度色胚的部分 但是他有極度的賢慧 嗯 所以有穿圓裙的鞋子 就是他會做菜打掃家裡面 然後他並沒有在戲裡面有任何的呈現說他很色配的感覺 我剛剛問說這是他本人是不是 所以是本人是 其實我覺得如果角色有這個設定的話還蠻適合我來詮釋 剛好我朋友前幾天問我說為什麼你長得這麼猥褻 我就有思考到難怪好像我演的角色蠻多都 算了不說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